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近日,青年演员肖战的状态真可谓是火热 特别是肖战深受官媒的认可和支持 俨然成为了官媒的代言人 央视网官方更是直接利邀肖战录制新春祝福视频 影响力不言而喻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间肖战频繁营业 登上各大舞台,也为代言品牌拍新物料 忙得不可开交 据悉,肖战俨然成为了官媒的对外代言人 央视网官方也向肖战抛橄榄枝 利邀肖战录制新春视频 同时得到邀请的还有黄景瑜、杨超越、杨幂等 都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在娱乐圈里也有着超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对于肖战来说,肖战频繁营业 登上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的舞台 现唱致敬歌曲同路人,与此同时代言商务和影视剧拍摄工作也没有落下 非常忙碌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就是喜欢看到这样的肖战 事实上这才是肖战正常的发展状态 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肖战问心无愧 对得起观众们的支持和热爱 然而一直都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 见不得肖战越来越好 深怕肖战抢了自己喜欢艺人的资源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抢 都是个平本事 总之祝福肖战 也会继续支持肖战 新的一年力 也祝福肖战顺顺利利 越来越好 好像肖战还要在月末的时间去海外参加米兰时装周 不管怎么说 等待官宣 支持肖战 肖战继续努力 未来可期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